潛力股是中石化電油化鉱 這隻股的原因是它的股值偏低 例如,現在的PE6倍息率是超過10 其實是不錯的,而且最近有些大行還會吹吹吹 當然走勢不算很靈,起碼是中線下降軌,仍然維持著 不過短線有少許向好跡象,為何這樣說呢?因為看到了 之前形成了一個,不是太標準,但次折起長方形 或者密集區,小型密集區的,區底部是3.26,頂部是3.41 第一,昨天也穿過下,今天又穿過下降軌 換言之兩次試穿長方形的頂部 換言之會鑿石立破,而且成交會增加了 明顯會增加,成立業績也算是可以 鑿石也不錯,所以衝一衝上去,今天又再衝一衝上去 估計衝一衝上去又回來了,短期可能會先回落 但是呢,投機的吸納價值就是,尤其是越接近3.26 就可以搏一搏,在長方形底部再搜到,然後再衝一轉上去 再試圖向上衝,到時可以試挑戰這個下降軌 以至這個重要的潛頂部的阻力,試過兩次 3.7,到時也有幾成頂的潛在升幅 當然,如果不幸失守,3.26就要計數了 所以比較投機性的潛力 可以留意著,有些投機的潛力 就是2.386,中石化煉化工程 可以留意著,操作方式也可以留意著